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IFU Super频道,我是Mini 前两天到格拉斯打折,所有的彩妆产品是85折 所以我就趁打折买了一些之前一直很想买 然后但是都一直没有入的一些彩妆产品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看我今天的装扮是不是跟平时视频比方不太一样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尝试很多种风格的 因为最近网络平台上有两档很火的节目 就是街舞的节目 所以我因为本身自己也比较喜欢跳舞 所以也就跟风 然后穿成这个样子 感觉是个有hiphop的感觉 那如果你想看我还会有什么样子的造型 记得要follow我们的频道哦 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 就开始今天的主题 就是到格拉斯的彩妆产品拆箱 买了整整一盒子 其实东西真的还不少 因为彩妆产品比较小 所以盒子并不大 但其实还有不少产品 然后都是 其实都是比较火的产品 然后我之前一直都很想入 那我就从这个化妆的步骤开始说吧 这个是娇蓝的这个妆前打底 我这个一直种草很久了 因为之前我很怕那种 bling bling bling的那种颜色 然后它这个产品呢 因为里边是含金箔的 涂在脸上之后发现其实它并没有那种很闪的感觉 只是会让你的肤色体谅 我试了一下 它的这个质感呢 就是很水润 但是一点都不油腻 然后完全没有那种硅油的感觉的 它挤出来之后其实是这种凝胶状的 几乎没有什么流动性 但是它涂开之后是很轻薄的 我觉得它这个产品是介于妆前隔离和护肤品之间的 虽然它是属于裁妆产品的 但是涂到皮肤上之后会让皮肤变得非常的水润 然后很嫩 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妆前使用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然后现在在手背上涂开以后 其实你看啊 手背跟这个胳膊比的话确实是变量了很多 但是它却没有那种就是感觉好像有金粉的那种 质感 所以我觉得还挺推荐的 好我们加快速度 这个妆前打底完之后呢 我又买了一个这个反恐精英 就是benefit的 也算是妆前打底吧 但是它主要作用就是抚平毛孔 让皮肤看上去更细腻一些 然后这款产品 因为它其实单价并不是特别的便宜 我不知道它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值 它是这个价钱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迷你妆的 我想就是先试用一下 其实这个产品也是非常的火的 它挤出来之后其实是这种肉色的 然后不是特别的干 就是其实也挺滋润的 涂上以后就是有点像那种特别软 特别细腻的这种蜡质的感觉 涂上之后皮肤真的是变 毛孔真的变少了 毛孔几乎看不见了 我不知道镜头里能不能看见 我涂的这一块 我涂的这一部分是 我感觉这个毛孔几乎是看不见了 然后这边是没有涂的 还能看到比较大的这种毛孔 它没有什么颜色 不会对你的皮肤有这个颜色纠正的这个效果 但是它会让你的皮肤看上去特别的细腻 然后上妆之后会效果更好一点 会更服贴一些 还有另外一个benefit的产品 就是benefit的这款眉笔 我买的是四号色的 因为我的头发的颜色是比较深一点 我觉得我们亚洲人的话 除非你头发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黑的那种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那种深棕色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四号色就够用了 如果你是染了那种颜色稍浅一点的浅棕色的 或者是黄一点颜色的话 那你可以用二号或者三号 它的这个包装我觉得特别美 很像那个仙女的魔法棒 然后它有这种菱形的 这样钻起来会很闪 特别的漂亮 然后它是两头的 这头是这个极细眉笔这一端 这头呢是一个眉刷 我觉得我使用当中 我觉得这个眉刷还是挺重要的 因为有的时候你刚画完眉毛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不是那么的自然 然后用这个眉刷 刷一下之后会让眉毛更加整齐 也会让眉笔涂上觉得颜色更自然一些 更贴合你的整个眉毛 所以我觉得眉刷还是挺重要的 它的这个笔尖呢 它是这样子拧出来就可以了 Benefit的这款眉笔 我觉得特别值得称赞的是 它的这个尖不像一般的 它可能就做成一个扁平状的 但是它做成了一个菱形的 就是你可以用它来画这个更精致的眉形 有的时候 我觉得它这个眉笔特别好的一点就是 当你画完了之后 可能有一些 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一些位置 可能还需要再补一下 用它就特别的合适 因为你可以用它画出那种一根一根的那种效果 所以有一些地方就是 就那么一点点需要补一下 用它就特别特别的合适 我今天的眉毛就是用这个眉笔画的 感觉比平时画的要更精致一些 接下来是凯旺D的Lolita 2 sorry我说德语 是Lolita 2号色 其实我本来是想买那个Lolita的 但是Lolita我觉得它的颜色比这个要更深一些 如果在日常涂的话 我是会觉得在自然光下会有一点太深了 缺乏元气 然后所以我买这个2号色 它会比那个Lolita色要更粉一点 然后这个颜色其实你可以买唇膏 也可以买这个唇彩 它虽然是唇彩 但是它是那种雾面质感的 所以涂出来其实没有什么光泽 但是它的质地不是那种很干很稠的那种 但是涂完之后 我上嘴的效果会觉得它有一点点显唇纹 但是因为我本身唇纹不是特别的深 就是它不会让你的唇纹加深 但是它会让你的唇纹很明显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有一点唇纹其实还挺性感 所以我还挺喜欢这一款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颜色吧 它在镜头里看是会更红一些 它其实是带一点点偏粉的颜色的 但是那个罗里塔色就不会 这个罗里塔2号色就会有一点偏粉颜色 就是我觉得任何肤色其实涂它都很适合 然后涂出来都会很有气质 我其实挺推荐大家都去试一下的 另外一个唇膏是Mac Chili 然后因为我之前已经有一个就是比较红的唇膏了 所以就一直没有买这款 因为这款真的很火很火 然后趁这次打折我就入了一支 这是这个 这个色好的 这个包装是一种比较圆润的感觉 看上去很简洁大方 它这个颜色是非常正的铁锈红色 其实非常的美 然后就很适合我们亚洲人 你像我的话其实皮肤颜色不是特别白 就属于比较偏黄的肤色 我觉得涂这个就是很显肤色 我今天嘴上涂的就是这个颜色 就是你一涂上去就感觉人非常有元气 然后我在这个罗里塔旁边涂一下 大家其实就可以看出来它们两个颜色的差异 很明显这个罗里塔颜色稍微暗一些 但是它它会有一些偏粉色调 然后这个是Mac Chili 它颜色就铁锈红一些 就是红色然后偏一点点橘色 加一点点棕色 两款颜色都非常美 然后很适合我们亚洲人 尤其是很适合黄皮的妹子 其实你看它们两个的质地涂在手上 都会有一点点显这个皮肤的纹路 因为两款都是这种雾面的这种妆效 因为最近我很喜欢雾面的妆效 所以这两支是我最近特别爱的两个颜色 接下来我是买了一个高光想推荐给大家 其实这个应该也是很火 就是BECCA他们家的高光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粉饼 其实是特别特别细的这种粉质 然后大家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坑坑洼洼的 其实那个不是 是因为它这个粉呢 会略带一点点这种亮粉在里边 但是我今天涂了 其实大家是看不到 它有那种很亮的那种银粉的感觉的 它只会让你的这个高光的部分更亮一些 然后涂上去颜色特别特别的自然 就是感觉涂上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没有上过高光 但是你涂的部位却真的有这种比较提亮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BECCA他们家的这个高光就是特别特别的自然的 而且用的时候就只需要沾一点点 然后效果就会很明显 其实很省 就是我觉得这种比较火的产品 其实它火是有道理的 虽然说它价钱比那些开价的或者平价的产品稍微高一点 但是其实他们上色度都很高 所以用起来其实还蛮省的 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另外这个Monstone这个色号它是最适合我们亚洲人的 另外这次活动BECCA的高光 买一个这种粉饼的高光 还会送一个这款小的 它这个是高光高 但是它也是非常火的颜色 就是仅次于Monstone 它的色号是OPPA 但是这个颜色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会有一点点深 我现在挤在手上就这个颜色 然后我把它涂开 它的这个质感会有一点点稠 就是有点像稍微干一点的粉底液 看到我的手是不是特别明显的就这种亮 我觉得这个颜色如果你是那种经常晒太阳 或者经常运动的女生 用这个颜色的话会非常非常的美 会让你的肌肤就是更加的看上去更加的饱满 更加的有活力 然后是这个非常火的南瓜盘 相信大家可能也都听到过了 我也种草很久 晚上这次终于买了 这是这样一个长方形的盒子 然后它眼影的刻数是 一共10个颜色 每个颜色是1.5克 所以一共是15克的 打开之后 它有一个这个塑料膜 把这个盖子跟眼影隔开了 每个眼影下面都会有它的名字 但是这个不重要了就是我们图的还是更关注它的颜色一些 因为它是这种纸盒的包装 所以非常非常轻很适合你随身带 或者是也很适合你旅游的时候带 粉比较红一点的这种颜色 然后当然肯定会搭配这样的高光的颜色 另外它还有搭配这种亮片的颜色 所以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你都可以来不同的组合这样的颜色来 画出不同的这种妆效 我觉得这款非常的赞 我今天的眼影用的也是这个颜色 眼窝的部分用的是最中间的这个颜色 然后在刷完眼皮的位置用了这个颜色 然后在眼线的部分用了这个颜色 镜头上看好像这个颜色比这个颜色浅 但实际上这个颜色它是更咖啡色一些 然后这个颜色是偏红一点 其实可以看出来 这个更冷一些这个更暖一些 我是今天用了这三个颜色来搭配的 对然后在眼头的部分还有眉骨的部分 还画了这个高光的颜色 然后还在眼睛的中间画了这个金粉的颜色 这个也很美 其实或者画这个金黄色的这个也可以 这个是偏金橘色 这个是金棕色 这个是紫色里面带亮粉 真的真的非常的美 每一款颜色都非常美 尤其是这几个亮片的颜色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就是后边我还要尝试更多的画法 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紫色带金粉的 今天我没有用这个颜色 下次要用这个颜色试一下 特别喜欢 那我随便占取三个 然后给大家试一下色吧 你们喜欢哪三个颜色 我就是我就是大家最常画的吧 你看我就轻轻地涂了两三下 然后手指上就已经有很就是很明显的颜色了 画了一圈 然后手上还有很多 就是它的这个显色度就非常的高 所以你画的时候就不用占太多 然后少亮多次的就可以画得很美 最后我还想说一下这个 眼霜 是Bobbi Brown的眼霜 这款是朱达保湿的 我的皮肤是比较偏油一点的 所以我很怕很怕那种 油腻感的眼霜 但是大多数眼霜它都会滋润度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选到一款自己特别喜欢的 然后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 他就推荐我说这一款是很水润的 虽然它质地上是高状的 大家看上去好像它是比较这种 粘稠的这种质感 但其实呢很软很软 而且感觉是比较轻薄的 涂到眼睛上以后呢 它就会从这种高状的感觉 变成这种很水润的感觉 但是它这种水润感 又不会是像那种凝胶类的 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的活 它又会有一定的滋润度在那 哦对了 这个眼霜因为它不是彩妆产品 所以它没有打85折 但是网站现在在做活动 所以好像是有13%的折扣 所以其实也跟85折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次买它还挺划算的 好啦那以上这些就是我 这次到格拉斯折扣 活动买的这些彩妆产品 还有一个眼霜 之前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 建议我应该把自己推荐的 觉得好用的东西的购买链接放在信息栏里 那这次我就会把这些产品的购买链接放在信息栏里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 嗯那我其实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先去专柜试一下 嗯看看哪一个颜色 或者是它的这个质地是不是适合自己的皮肤 然后再决定买不买 那希望大家购物愉快 也希望大家使用愉快越变越美 拜拜